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二位是陈一群分析师 欢迎您 大家午安 大家好 还是怎么观察 我们先来请教蔡清宏老师 全观众朋友 大家午安 欢迎收看价值投资 大门数昨天压回了128点 我说那是创新高之后的一个回马枪 漂亮洗盘 漂亮洗盘 今天有没有马上大涨再创破段新高 给你的分析总是讲在前面 让你印证在后面 所以这一波 一些匹集泰来个股 我相信你昨天有再度的把握 机会的今天给你的行情 绝对相当可观 从开放盘那一天 1月30号 我们告诉你 跳空缺口强力支撑 今年度匹集泰来个股 就是我布局中心 太重要了 所以从1月底 来到2月份 哪些匹集泰来股票 面板驱动IC 被动元件 PA Type-C等等 从2月份我就开始布局了 是不是 然后呢 策略面呢 只要越接近这个缺口 越要买这些股票嘛 有没有来 有没有让你低接的机会 3月16号 两大银行的利空 来到15 186 加强买进 全部清楚 缺口来了 是不是 越接近缺口 越要布局 我之前告诉你的这些 第一季落底 第二季回升的个股嘛 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加码点 15186 上清高之后的回档 上礼拜四 我说这个盘会开始 峡湖区间的震荡嘛 那震荡完还是会再走高 上礼拜是盘中跌了130点嘛 结果台股呢 峡湖震荡了四天 然后昨天 场衣打下来 机会 创新高之前 的一个拉回 这个洗盘 这个回马枪 很漂亮 昨天我看好还是看坏 亲爱的朋友 昨天我看好还是看坏 大盘给你方向跟策略应用 方向就只有一个 不是多就是空啊 昨天的回档 昨天的洗盘 匹吉泰来的相关机油股 仍然是布局的重心 所以今天台股呢 大涨124点 再创破断新高 这个位置 就告诉你 峡湖震荡 整理完会再走高吗 今天印证啊 所以对于接下来行情 懂没有 整样匹吉泰来股票 可以让你冲出逆转胜 经验度 我布局的这些股票 保守估计都有三成 至少都三成 你一定看得到 你如果跟上来 你就赚得到 立即啊 昨天台股压回128点吗 我说两天的回档修正 稍做休息而已啊 休息完之后会不会再走高 所以对涨多的回档 昨天的立即我会担心吗 买在这个位置的 那休息一下会怎么样吗 就会再上了嘛 今天洗一下 尾盘拉高再创破断新高 昨天节目你有看到 我的精华几盘的 你今天会被洗出场吗 开低走高再创破断新高 这档立即 你有没有看到足迹好转啊 EPS大度成长倍速成长啊 是不是匹吉泰来的机油股 二月份124 转折买点 三月份124.5还是买 圈起来啊 当然不是卖点啊 你应该知道 我的一个操盘节奏 现在喜欢买低点嘛 所以整个立即124 124.5多是买点 来到四月六号 反压突破嘛 最低125.5啊 是不是反压突破的进场位置 所以四月六号 埋在129 买完之后盘中大涨 来到137 四月七号 亮灯147.5啊 两天就过高 投票 我当时我们跟你解读 他非常强 两天就把这些解套的一个卖压 全部的一个吞噬掉了 强势波动股票 你要跟我继续勇敢赚下去 礼拜一22%了 153了 外资跟着我后面买力机啊 是不是 外资投信帮我会人抬教啊 所以抬教完之后 礼拜二再度的工涨停 165 4天31% 是不是 外资投信跟着后面买嘛 所以当昨天 压回来到160啊 稍作休息啊 你是在怕什么 昨天大盘回128点 不然你是在怕什么 有我在陪你看盘 带你操作 相信今天利器 我有没有让你的一个绩效 延伸出去 今天已经来到171的波段高点了 36%了 有没有三成起跳 今天度 你要怎么冲出逆转胜 选股太重要了 哪些比其他股票 让你的获利可以达到三成五成 甚至更多 给我时间 给我时间 所以整个利器你自己算一下 1234567 7个交易日 36% 你觉得现在的行情你来跟我合作 滑不滑安算 有没有职位票价 台股今天能再创波段新高 再听一遍 它能创新高就是多方结构 多方结构回档看支撑 只要慢个股当下礼拜有低点可以上车 不要错失 我再度让你赚钱的一个契机 昨天的旺席也是一样 长黑 大盘跌128点 旺席洗盘洗得漂亮 昨天 我有躲起来吗 没有吧 所以旺席今天表现的涨半根以上 想不想 什么是讲在昨天让你印证在今天 大盘是如此 个股的操作一样啊 洗盘你要被洗漱场吗 你被洗漱场 今天半根 就跟你没有缘分了吗 所以这场旺席 当时候涨了23%开始回档 我说低点不会太多 顶多到这个位置 3月28号的规划买点 有没有来 真的来了 131啊 差不多了 要不要进场 要不要进场 Just make Bingo的买点就在131 来到135啊 我发现给股票走啊 有没有继续走高 137 我说还没走完啊 礼拜二讲完之后 礼拜三大涨来到144 所以当昨天回档修正 洗盘而已啊 股票不可能每天去嘛 他总有回档修正的一个时机嘛 所以我的节目内容 所提供给你 值回票价的看法是 当波段式的一个操作 中间的一个停顿休息 你会看得到 秦老师 如何照顾会员呢 洗得漂亮 今天马上来到波段高的意思是呢 所以 各国的操作 要如何掌握 今天度台股 所带给你的波段行情 要不要给秦老师 一些时间 这档安琴啊 AI的 聊天机器人 为什么那么盛情 为什么我们可以跟机器人对话 可以跟电脑对话 以后搞不好机器人 会帮你量身定做 帮你写论文 以后就没有所谓 论文抄袭的问题 所以安琴AI的 当中基本面 超过七成的机油股嘛 93.6跌买啊 我喜欢买跌 你忘记了吗 尾档修正 一样进场 来到3月31号 97啊 已经越过第一次的买点嘛 但是它会再创高 4月6号来到98.8 我说创高是必然 会过高 讲完之后 马上创高 来到102.5 有没有印证 有没有印证 所以整个安琴的一个架构 在它没有掌完 以前的回档 礼拜三 我告诉会员 98一样可以低阶 是不是 跟你对时对架过啦 我昨天跟你讲过啊 安琴 是普通会员的持股 普通会员的能数最多啊 所以全国的普通会员 帮秦老师做见证 安琴礼拜三 98以下 我们告诉你 可以买 可以低阶 当时候经过9分钟嘛 还在97.7 保证一定成交 一定买得到 买完之后呢 昨天礼拜四啊 大涨6.3% 大盘昨天跌128点 它好强 它在创波段新高啊 今天的安琴呢 差一档亮灯耶 最高109.5 有水吗 它已经涨了24%啊 我今天选择站在卖方 卖在106 来对时对价一下 10点12分的安琴 106附近先卖 12分股价就在106 所以全体普通会员 跟金老师 对时间对价格 你在10点12分 有没有收到这一通口讯 安琴在106卖 当时候安琴股价在106 从容不迫的下车 当然没有卖到最高点了 对 这边 我还寄望它能锁涨停耶 是不是 当它没有办法锁涨停 我今天106先选择 站在卖方 收盘一样涨的 103.5 还是上涨啊 今天多在平盘之上 今天它的涨势还蛮犀利的 该卖的 我当然会做 获利拔档下车的动作 高档拔档是为了等低接 你应该清楚 投资组合的一个线接性 资金一套 怎么运用 三档五档够你赚的吗 我的投资组合正常是三档 顶多五档 我一定会出掉就得再进心的 所以安琴 创新高 我喜欢卖 卖掉的资金 买哪一档 想不想知道 好的 跟吧 是不是 那这档所罗门 当时候3月20号 30.7八天转折买点 3月21号强势整理 23号告诉你还没走完 29号告诉你撑得很稳 今天所罗门亮灯涨停板 来到35.8的破断新高 股票创新高 涨停板了 秦老师向来不会告诉你要去凑热闹 所以股票涨上去要会卖 秦老师是会带会卖股票的奔袭师 你应该很清楚 所以华景店当做创新高 我卖在155吗 有没有跟你对时对价 有吧 今天华景店剩135 离我的卖点差20块钱 会不会卖 10张差20万 这张股票一样有电视机观照 看节目 套牢没有卖的 你该何去而从 你该何去而从 我说过 我现在一个操作 有些买卖点 我会保留给我的会员 如果你是电视观众的 请你自己擅设好 自己的停力跟停顺点 毕竟 秦老师在盘中 只会照顾到我的会员 买卖点一定是在盘中发生的 难道是看完节目才发生吗 是不是 所以这档资通 AI的资安的盖领股票 上次的操作 40块钱低档转折买点 成这样一万多张 好进好出又好赚 3月27号 51%卖 30% 一样有跟你对时对价过了 这档资通 我在礼拜 有做接回的动作 9点25分的资通 49.5以下接 25分股价49.1 你去对时对价 27号51卖 4月10号49.1接码 高档卖 低档接 礼拜为什么要接回之东 你看从我卖掉 51卖掉 12345678 8天转折买点 所以我在49.1 做接回的动作 所以你会看到 金老师 在技术层面的操作 量价筹码形态 废势系数转折 你常常耳熟能详的 所以高点51有卖 礼拜49.1就做接回 清不清楚 资通 我们最高接会的持股 那接回之后 整理个五天 今天又转折向上 掌停盘创新高 真的有夠水 有夠水 今天掌停盘53.7 所以这个行情 你认为 好不好操作 大盘创新高 多方结构 建老师 再给你一次信心的机会 什么信心的机会 昨天大盘跌128点 全体的普通会员 五档持股 都是获利ING ING代表 现在进行市 昨天跌128点 普通会员的持股 普通会员的 入会门槛最低 所以人数最多 建老师 昨天的金木 为什么敢这样说 我如果没有让会员 五档持股 全部获利ING 我讲得出口吗 不是加ED ED是过去市 ING是现在进行市 所以当今天台股 再度大涨120点 再创破旦新高 会员的 绩效 当然是往前 更加的一个 迈向一大步 这叫获利陈述的效果 所以呢 亲爱的同僚 建老师 还需要 每天 推优惠活动 来吸引你的目光 邀请你们入会吗 应该是不需要 我在同僚界 当了十几年的分析师 其实我已经 没缺钱 我随时可以退下来 你懂吗 所以你应该要好好珍惜 一位诚信实在 又专业的分析师 可以帮你服务的机会 所以最近真的很感谢 全体会员 不是只有普通会员而已 全体会员 不停的续约跟升级 不停的续约跟升级 感谢大家的支持 建老师只能用 绩效来回馈你们 是不是 人家一斤 我的行人一斤 将心比心 所以对未来的行情 不晓得如果掌握 脾气太来个股的 好好的跟 不要再错识 每次回档 让你低这个机会 左边这张股票 电动车的干领股票 回档13天 来到波段低点 这叫转折买点 今天这张股票 小涨 还没冲出去 今天一样持续布局 等到他冲出去了 当然就是准备 获利下车 在没有冲出去之前 秦老师所选的股票 都是你可以 布局的一个首选 未来动态 不晓得如果掌握的 加入亲友知道的阿姨 小小鼠都可以起巴 或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我们把节目时间 交给明乐 更多操作策略 建议广告怀 继续请蔡老师 帮大家进一步分析 欢迎回到 价值型投资 再把时间交给蔡老师 国据今天再创波段新高 什么是延续性的分析 什么是波段式的一个操作 当时3月16号 我一档8天 我接回在485 我还加码在510 出掉一档股票 加码国据再510 看对重压 485 510 它是高价股 我如果没有绝大的本领 我敢告诉会重压两笔 所以整个国据呢 来到530 看好第二季回升 讲得很清楚 所以回档修正 你在怕什么 一根长黑打到518 支撑你家 支撑没有跌破 你在怕什么 回测支撑都要买 你有没有来到535 礼拜一样是535 持续看好第二季回升的行情 那礼拜三呢 就来到547 昨天 创新高 552 黑鸡棒 表现有没有比大盘强 大盘那一季回马枪 让很多人失去心心 让很多人开始对盘是有疑问 所以为什么 这样是盯盘盯得很用心 是个办公总统 我不会离开办公室 为的是要给会员最好的一个操作结果 对我帮你盯盘嘛 你做股票才知道嘛 所以国具 昨天表现比大盘强啊 今天国具557 再创新高 485到557 波段式的操作72块钱 我一张都没有卖 一张都不卖啊 看好第二季啊 第二季结束了吗 今天才4月14号 结束了吗 华星科 2月13号 回档8天叫转折 2468嘛 来到红黑棒叫支撑 双重转折买点 你要跟我低接啊 低接在92 看好第二季回升 我讲了N遍了 这92的一个位置 应该是进度华星科的最低点 我讲了至少三遍以上啊 所以呢 上去之后回档 我都告诉你 越接近92越站在买方 有没有来 91.7啊 看法不变啊 92附近 当然要买啊 纵使跌破也会翻上去啊 也没有翻到98.4 再度提醒你 看好被动远近 第二季的回升行情啊 打到93.3 低接策略不变 讲两遍啊 11月6号上礼拜四啊 93.5啊 低接策略不变啊 谁会在股票回档 回档告诉你要低接 应该就只有我 耳提面命 我如果没有十字路把握 我敢这样分析华星科吗 一般会跟你分析华星科或国具的 一定是等到他确立大涨了 才用追的嘛 一定是这样嘛 成本拉开 追在我的成本之上很遥远的 你如果跟错老师 那个追高的一个结果呢 很容易被洗出场啊 就像昨天稍微回档一下下 搞不好 嗯 对 小赚就赶快跑了嘛 是不是 所以呢 专业的坚持啊 所以呢 四次的买点 是我带给你的 马上拉出钟长虹啊 盘中为什么上一线 没有所长庭 套牢的卖压 套牢的卖压 我在礼拜二怎么解读的 卖压已经消化完毕了嘛 既然消化完毕之后 礼拜三就拉出钟长虹了 一二啊 二十二% 是不是 昨天礼拜四 创新高 我支撑已经变高了 华星科啊 支撑变高的一档机油股 他如果来到支撑的位置 当然是一个很好的 再度上车时机啊 就怕他回不去了 你知道吗 所以呢 这边不买的好可惜哦 今天华星科 有跌吗 一一三点五啊 续创波段新高啊 能创新高 就是强势波动 好不好 建老师是没有卖 你就不用急着卖啊 我是在跟我会员对话 心情一样被动元件的 今天大盘跌六千点 他一样赚一股本 当然是机油股啊 看好被动元件 第二季回升 支撑性的买点啊 上去之后回档 这不支撑性的买点吗 当天最低一百五啊 礼拜三涨到一六三 马上创新高 强啊 昨天来到一六八 再创新高 有没有比大盘跌一百二十八点 更强 既然是强 今天回档呢 你知道怕什么 今天打到一五九啊 要强势整理啊 涨多了回档 要不要休息一下 就像立基嘛 涨了三十几% 回档一下下 今天再洗一下 不是又往上走高吗 所以心情 买在礼拜的关键性位置嘛 涨三天回一天 抢 他当然还有高点 全新功力放大器的 从低档区沿路的买点 到创新高 103.5 23%告诉你不追啊 我的提醒 不晓得有没有帮助到 电视机的观众 创新高提醒你不要追 好不好 好不好 你一追 你会连套三天啊 昨天打到94.3嘛 我说想要低接的 欢迎跟上来 欢迎跟上来啊 整个全新的一个架构 你看一下今天9.52分 我告诉新会员 93.8以下可以买 52分股价在93.8 你去对是对价 93.8一定买得到 买完之后一度翻红啊 你们看到 买在找盘的关键性的 转折低档嘛 收盘94.4啊 低接是不是低风险 就怕你不敢低接啊 看得懂未来行情的 湘晏清老师给你的脾级 太来相关基欧股 所带给你的利润相当可观 三成起跳 我认为三成五成不是梦 经验度要怎么逆转胜 每一档个股都要跟得很紧啊 这档每月营收年成长 两位数字的基欧股 跟无人支付系统有关系 这支钩票我之前有做过 今天呢 它短底突破 当然是买点 未来像这些股票的一个操作 想要跟我们普惠一样 全部获利RNG的 你想要冲出逆转胜的 希望未来行情 一步一脚印的 跟上欠好事的动作 从下礼拜一开始 我们一起来对时对价 把节目时间交给明乐 感谢分析 提醒观众朋友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 资格比有价证券 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到最应该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支付投资风险 祝您操作顺利 我们下周再会